嗨 大家好 我是愛麗莎莎 今天呢 這部影片真的超級智障 我真的發生了一件我原本根本不想要跟大家講的事情 前一陣子我不是買了一台新車嗎 就是一台很大的Volvo車 這輛車我是開第二次 九年前就已經卡到駕照了 然後因為我從來沒有上路過 所以前一陣子就是有上了道路駕駛客 但是那個老伯伯的車 它是小車 然後我的車很大 是那種巨型坦克的車 然後我買來這台車呢 我只開過一次 是在高速公路上面 接著我後來就去泰國一個月了嘛 可是在泰國的時候呢 我們都是租車旅遊的 所以我常常開車 就是大概是一半羽球教練開 一半我開 而且我其實在泰國開的我覺得算是還不錯的 但是有個問題 就是在泰國的車就是右駕 然後台灣是左駕 所以我這輩子真正上路開車的 全部都是右駕的系統 一回台灣隔天我就又開了一次車 我就把我的車給撞壞了 這件事情從頭到尾都有另外一個人在旁邊看的一清二楚 就是那天我們去五谷 然後又講好說 你開去城我開回城 對 因為你說投票的時候你要載我回台中投票 對 那我就覺得說你要載我回台中 好 那你應該要先從五谷會開回台板橋吧 對 你要先具備這個能力 反正你在開的時候我坐副駕 那我會覺得一路上就是一直被後面的車狂拔 好看了就心驚膽跳 但是我也沒辦法說什麼 因為我也幫不上嘛 我一幫那我就不如自己開就好啦 那我就坐在旁邊有稍微指導你 但是其實你那個狀態是完全沒有辦法聽進去指導的 對 就是我超級慌 我整個就是panic 就是開我那一台戰車我壓力真的很大 反正其實在整個路途的過程中呢 我的副駕這邊呢一直很靠近那個安全道或者是車子 都靠得超近的 因為我在泰國的訓練就是他一直跟我講說 我要靠右邊 我要靠右邊 但是我第一次回台灣第一次開車我真的改不過來 就是習慣了你知道嗎 那我就敲車門就說 小心喔 快撞到快撞到囉 然後我就更panic 你就更那個 那我後來就不講話了 那我記得撞到前的最後一刻是 你好像就瘋了一樣 對 我最後一刻我真的整個人慌到炸 就是我們已經下錯了好幾個交流道 然後一直繞回來一直繞回來 我那時候真的覺得我整個精神的狀態已經有點崩潰了 所以我就要到右邊去停車然後換成他開 當下是我不想再開了 我不想再開了 我們右半邊的車整個跟對方停在路邊的左半邊的車輪 整個是插狀然後整個後照鏡都掉下來 像燈籠一樣 然後你就灑在車上 然後我就馬上開車門 下去跟他們處理事情 處理事情 這邊有一台車 它是一般停在安全島上面 然後一般停在下面 所以我切過去的時候 第一次我也的確偏右了 我就直接這樣插到他的左半邊 插過去 然後就那個鞭炮這樣 然後我就灑在車上 而且那個瞬間 我真的覺得我的尿已經露一半出來 我真的好害怕 你有想過哪一天 因為你萬一一個人開車是多麼危險的事情 我知道 但我就覺得說一步一步來 就是一開始你可能幫我90% 然後後來慢慢減低到70% 然後後來再變成50% 然後慢慢就可以我自己 反正後來撞車了之後 對方的駕駛就走下來了 然後他又敲我車窗 然後撞到 那個車主就是像一個大哥這樣子 那他們是兩個人 超派的那種 可是他人很好 沒有他看到我其實有一點兇 因為他覺得誰開這樣 我敲你車窗的時候 叫你下來跟他示意一下 代表是你開的 然後我就跟他講說 對不起對不起我們會一切就是負全責這樣子 然後對方整個態度就蠻和緩的 然後他其實從頭到尾沒有罵我半句話 他只有說 唉我新車耶 然後他是一個Lexus的新車 我就覺得很抱歉 我就跟他說我們也是新車啊 我模仿是你當下的狀態好不好 好 就這樣子 我整個腿都在發抖 我腿就這樣 他就讓他不知道 我只要去哪裡 你就跟在旁邊這樣 你就在後面這樣 因為我的車就拿去修了嘛 所以現在我們就要去領我那個 剛修好的車 然後我們也要去看看這一次 總共我撞的部分要賠多少錢 這個的話是我估價單出來的總金額是181019 所以這樣我都不用出就保險公司會出 對 沒錯 對因為這個就是我們有保險 然後有車體險 那你碰撞的話 他只要你的資料什麼內容有符合 那他保安公司會先幫你付這個費用這樣 好 對方的車又是多少多少萬 對方的車就是看 你可能可以問那個金辦人員 我也不用付的人 不用不用不用 因為我們車體險是陪自己的 那保險一般還會有地下的責錢 就是陪對方的彩色 對對對 所以這個就是都保險處理了 我之前買車就是跟他買的 結果他真的很可憐 就是被我殺一大堆架之後 然後還要處理我這種賽事 想要買VOLO可以找他 喔我的車 對不起 喔 他現在都好好的 沒事了 我覺得以後我還是都不要開好了 都給你開好了 等一下要把車賣掉好了 蛤 你有負責賣車的服務嗎 可以可以可以 真的假的二手車也可以 但是慢慢開就好 安全的 反正我覺得我以後要哪就是他開 要不然我就是那個道路駕駛課程 我再去上大車的 我想問一下 那如果今年我付的保費大概五萬多 那如果我又再撞了第二次 那他還是會賠嗎 還是他只有卸一次 基本上還是會賠啊 因為他有一個附近的紅度 來年的保費會變高 可是今年的就都包含在裡面 大概會多少 提多少 通常以你的經驗 基本上大概就是20%左右吧 所以今年五萬 然後明年可能會變六萬這樣 對 掰掰 還是我們的車舒服 好舒服喔 安全到家了 停好我們的車了 有沒有覺得我平常很偉大 有 我跟你講自從發生這件事情之後 我真的覺得 所有的計程車司機都超厲害的 所以我是計程車司機 哈哈哈哈哈哈 我家的問題是問你我有沒有很偉大 我沒有了 有 然後你就說計程車司機 不是 好總之呢 為了之後 上路不要再變成完全的三寶 所以我又報了 道路駕駛課程 現在就是我們要用我自己的自行車來訓練 所以今天就有兩個教練到現場 然後他們會幫我把 副駕的地方裝一個煞車 等於說 讓我的車自己本身也可以變成一台教練車 因為教練這裡可以控制我的煞車 每天不會撞車齁 呵呵呵呵 原人對準中心 這樣怎麼會這樣 這樣怎麼樣 這樣怎麼樣 你覺得我開得怎麼樣 不錯啊 我從頭到尾都沒講你什麼 真的喔 就代表你開得蠻不錯的 其實是不錯啦 就是像我們跟你講 距離的判斷 然後教練就教我說 擋風玻璃 右邊三分之一 以外的都不會撞 左邊的話就是看A柱 在A柱以內的就不會撞 那重點就是 你的自信心不能被擠花 你還是要繼續開 對 因為教練剛剛跟我講說 其實前半年都蠻容易會叉叉撞撞 可是很多人就是 叉撞了一兩次之後 就會心靈受創 然後就不敢再開 信心就不足了 對 其實我一開始 我也覺得我真的不想要再開了 可是我就會覺得說 那我買這台車 其實就是為了要讓我自己 培養騎開車的習慣 可是卻因為我撞了一次 就放棄的話 那也太可惜了 所以就是靠這些教練團 幫我把這個信心給養起來之後 我再自己上路這樣 好我們現在開了兩三個小時 老哥你那個副煞車有踩過嗎 沒有沒有沒有 真的假的 連一次都沒踩過 真的嗎 都不需要 早知道這樣就不用裝了 所以你覺得我的技術好 都不需要你幫我踩煞車的地步 不需要真的不需要 完全是實在話 開的很好 哇 那你覺得我還要 前面黃教練教的真的不錯 那你覺得我還要上多少堂課 我才可以自己 獨立作業 我認為再加課什麼都不需要 真的嗎 所以我畢業了 沒有啦 我覺得我還是在加兩堂啦 因為現在我覺得我 可能都是因為你們告訴我說 等一下走這一道 等一下走那一道 所以我不會緊張 但是我覺得下一次我們可能可以連那個導航 導航 然後變成我自己看 導航 對對對 下次變導航課 變那個課程 好 就這樣決定 好我剛剛上完駕訓班現在回家了 總而言之呢 大家任何人有像我一樣這種 剛學開車 然後真的很不熟的這種 臭三寶 我都可以 以我過來人 就是以撞車人的經驗 來分享幾個小小的建議給大家 第一個呢就是我覺得 新手不建議買大車 原本當然是想說大車坐起來比較舒服 然後休旅車這樣子往下看那個視野比較美 可是呢你想想看 如果你是開小型車 那你撞車的機率就是這樣子 然後大型車的話呢 你撞車的機率就是多了人家這麼多倍 而且我覺得新手他在開車的時候 當你發現你兩邊的路都剩下距離很小的時候 你就會莫名的緊張 所以我覺得再給我一次機會的話 我應該會買小型車 然後呢就是新手我也建議大家 一定要買保險 而且保險最好要買高一點的 現在我們就是買乙式保險 乙式保險大概一年是五萬多 那我這一次呢 我自己的車損是十八萬多嘛 然後對方的車損好像也是二十萬左右 所以我們兩個加起來的總金額是 四十萬左右 所以等於說我花五萬元的保險 我就賠到了四十幾萬的機率 好像還蠻花得來的 對然後最後呢就是新手 我都強力建議大家 一定要上道路駕駛課程 就是不只一般的駕訓班 你還要真正的上路去開車過 然後我報名的那個駕訓班 是絕對沒有那個業配 也沒有那個贊助的 那它一堂課的價錢大約是 三千元 然後三個小時 就是馬路上真的是比駕訓班的環境 惡劣一百倍 所以你一定要實際上路過 你才會知道 要怎麼在真正的路上開車 所以我會覺得說大家可以先跟教練 用他的教練車練個幾堂 比較熟悉的之後 你就可以換到自駕車來做訓練 然後等到你自駕車也會開了 距離也會抓了 你都可以自己看導航自己開的時候 才可以真正的放心上路 對這樣子會是比較沒有危險的 對總而言之呢就是我以後一定會 更小心的開車 好 那如果大家喜歡我的影片 請按下面的訂閱 然後也可以去follow我的IG 大家再見 掰掰